Hello,大家好,我是熊二 今天带娘帅小弟 小活侄子来跑学崖村 尴尬路段 没有爬 一位一直 带娘帅小弟 跑天梯 看他现在气都吵不过来了 然后 现在足以到学崖村上底上了 天梯已经爬完了 到了山底 他要得去做饭吃 今天熊二叫了 彭哥先煮饭 然后早上熊二在下面 攒了个鸡 现在南山小弟 背起站 准备寄我吃鸡 天快要暗了 我们这边现在八点了 天还没有黑 不知道你们那边 有没有天黑 昨晚也有段时间 没有更新视频了 这段时间熊二在山上买了几头羊 所以没有个性一直在发羊 明天开始熊二就给你们分享 熊二在山上发羊的日子 这个天气真的太难走了 终于马车就到了 小弟今天我们这一天建计爬了三个小时了 爱我们村上的村里来说的话 呃一个小时就搞上来了 但今天我们边拍视频 然后边走这个天梯 因为小弟和小花侄子 之前没有上来过 小弟的话来过了几次 所以他们两个现在 也在做自媒体 以后大家多多支持梁山小弟 和小花侄子 他的网名 网名叫梁山小弟 后面小花侄子网名叫梁山阿塔 大家可以去搜索或者小关注的私信网 到时候我给大家发这个网名 谢谢大家了 我们现在快要到那个山底上了 快登到底了 今天九点左右才能吃上饭了 呦到那个沙庄那里了 才能把这个鸡肉煮 今天不在熊二家煮看吃 在那边学牙杀桌那里煮看吃 因为家里面的块没人在 然后门也是锁着 所以我叫腾哥在学牙杀桌那边煮米饭 我们带鸡过去 以及吃 马头大爱的受不了 学牙村 现在还好一点 刚刚太美特别的事 对 现在凉快多了 给你们看一下学牙村的这个几色 我们现在到这个山底上了 看学牙村应该对你们来说不冒失 然后 最下面还有十几户 但是摆到县城去了 现在可以说是学牙村整个山上 只有我们四五个人在山上 然后对面是瓦吾村 看 网上的业绩还是挺漂亮的 来 我们要开始往前走 早点到那边煮饭吃 肚子好饿 看学牙村 避牙气 然后这上面 上上现在的话也是没人住了 那边有几个 年轻小伙在那边管理那个油杆来树苗 我们的话是上来拍视频 然后学牙的话 即后会在山上发芽 看山上山顶上的美景 今年学牙村花椒接的也挺不错 摆到县城去了 这些花椒 到时会喜欢下来 你发现这边的特产花椒 我们摘这个几颗去 放在那个鸡肉里面去吃 哦 应该特别忙 我们快到了 我叫我堂哥在那个商桌那里煮饭 我们今天晚上就在那里吃饭 然后今天我们带上来的鸡在那里煮 煮鸡吃 他们那边的话现在都要不接嘛 所以好多人都回去了 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我叔叔 一个是我堂哥在这边管理这个油杆来 树鸟到沙桌这里了 你说我是山山的花椒 我爱你 你说我是手心的保护 我爱你 总是带着自想的小红 学姚村的月季 然后这边的话 厨房在这里 看看鸡肉已经在做了 在煮了 饮饭已经煮好了 就等待吃就可以了 那玩意了 就等待吃就喝了 在满街里 我吃飞了 地上 我吃飞了 它很快 你还要再吃 pah 不是 Akon 我吃飞 ya 我们要吃飞 你把我吃飞 我吃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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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现在到家了 我们刚才在那边吃饭 现在回来了 结果这个灯打开 家里面是外面嬉嬉的 到家了 现在的话把那个床 这些全部重新铺一下 才能睡了 塞着床 我们先看看床底下有没有蛇 因为现在是蛇最多的一个季节 所以要查检查好才能睡 不然的话被蛇给吊到了就不得行了